疫情稳定逐步解封 新北市议长杯第十届龙州锦标赛 确定6月25号、26号两天进行 因为防疫的关系呢 还是采取不开放民众观赛 以电视和网络直播赛事的方式进行 并且是在8号的上午 由新北市议长蒋根黄 新北市长侯友宜为龙州来开光点睛 祈求赛事平安顺利 新北市议长杯第十届龙州锦标赛 在各个单位同盟的努力下 将以本月25、26日 两天如期顺利的举办 共有80队资龙州队伍参加竞赛 新北市议长杯第十届龙州锦标赛 由新北市议会和新北市体育总会 共同的举办 原本疫情影响之下可能会取消赛事 索性疫情稳定逐步解封 参赛队伍会缩减为80队 在公布消息之后呢 是由议长蒋根华 还有市长侯友宜 担任主计官 举行即将法会和龙州点睛仪式 祈求赛事平安顺利 继续炼 炸换